第12题12题到14题是体主 右图的木板钉钉着在欧点 木板可让欧点自由旋转 图中F1 F2 F3和F4各立的大小皆相等 是回答12到14题 第12题是问F1 F2 F3和F4四立 对欧点的利弊分别为何 我们晓得所谓的利弊 就是支点到利线的垂直距离 我们的F1的利线在这里 那么支点到利线的垂直距离就是这一段 那根据矩形的关系 我们就晓得这一段就是我们的D2 所以我们的F1的利弊就是我们的D2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是多少 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再看到我们的F2 F2的利线是这一条 那么它的利弊支点到利线垂直距离就是我们的D3 所以F2的利弊就是D3 那么再来我们就是F3 F3利线这一边 那么它通过的支点这个距离是0 所以F3的利弊是0 那么再来就是F4 F4是利线这一条 那么支点到利线垂直距离就是这一边 就是D1 所以F4的利弊是D1 所以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F1 F2 F3和F4四立对欧点的利弊分别为何 我们答案呢选择是C D2 D3 D1 D1 100% D1 D1